駐日代表謝長廷 昨天代表日政府捐贈 日本一萬臺血氧儀等醫療物資 感謝日本多次捐贈臺灣疫苗 對此日本首相菅義偉 是在推特發文 以中日文雙語表示感謝 駐日代表謝長廷表示 日本的疫情尚未平息 在家療養的病患急需氧氣機 臺灣很關心 特別捐贈一萬臺血氧儀 和一千零八臺製氧機給日本 日本首相菅義偉的推特 特別是用中文和日文來發文 由衷感謝臺灣捐贈血氧機 還說在面對自然災害與疫情威脅 雙方培養出堅定友情 會在有需要的醫療現場 珍惜使用臺灣朋友捐贈的器械 謝謝臺灣